照這個民調看起來 民進黨不管 當然現在還沒確定 不管是派陳時中或陳建仁 其實都有贏的機會 是 其實因為海黎選舉 還有一段時間 再加上說這兩個 本身其實第一個形象 其實是讓台北市民 其實覺得是可以接受的形象 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看到的 就是未表態率的部分 那未表態率 其實未來會是在藍綠 最爭取的那一個板塊 最重要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未表態率 我們看還是平均 大概有十幾趴的一個表態率 甚至到二十趴 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們現在包括你看陳建仁 或者是陳時中都是一樣 他們都盡量不要是 把個人的形象 大於民進黨的政黨的形象 就是應該要去攔刮 這個所謂的中間選民 就是那個大概將近兩成的選票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維持這樣子的基調 那陳建仁現在還是 目前還是在做防疫中心的 這個指揮官 陳時中 陳時中 對 還是指揮官 所以我們還是先讓他 把這個位置先做好 那在我們民進黨來講 其實我們的戰鬥力非常強 我們現在只要我們的小基地 每個區都布局完了以後 我們開始在做地方基層組織的戰力 開始發揮我們戰力以後 接下來哪一個母機下來 我們就全部拱他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我們來講的策略 是這樣的進行 這至於說講萬安的部分 坦白講 我是覺得他們不會換拿 不會換 我覺得還是講萬安 因為就我地方在聽起來的狀況 其實講萬安雖然現在感覺上 他有點落落的 對 然後好像黃珊珊有點強 可是不要忘記 國民黨在我們台北市的地方組織力 包括一些社團組織力非常的強 他們只要到時候 如果真的必須要背水一戰的時候 一定是宣布氣跑效應 雖然黃珊珊他可以拿到藍的票 可是他是藉由柯文哲的光環 那柯文哲到時候為了要顧及他的小雞的部分 他母雞如果真的夠強的話 當然他小雞會多 可是小雞會吵在一起 現在很多的藍的議員的票 都被民眾黨的議員搶走了 所以變成說他們到時候一定會互咬 互咬的結果之下 國民黨的組織力一定會動員起來 動員起來的時候 到時候還是會有氣保效應 所以我覺得黃珊珊現在目前民調看起來高 是因為地方組織動員力還沒開始 然後整合還沒有完整 如果真的整合完整的話 我覺得其實講話也是 我們不能小看他啦 坦白講 尤其在台北市本來藍大魚粒的板塊來講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盡量讓我們的母雞 晚一點出現沒關係 雖然大家會很急 但是我覺得晚一點出現沒關係 我們現在小雞先佈局 先看藍白怎麼樣去吵 吵完了以後我們再看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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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